妳好 請問有什麼事嗎 可以麻煩妳幫我叫一下 你們的陳師傅嗎 陳師傅 我是他女兒啦 他忘記帶便當了 我幫他送過來 那妳等一下 陳師傅 妳女兒找妳啦 爸 我們外面等好不好 我們施工啦 不好意思 妳不是在上班嗎 怎麼跑到這來啦 陳師傅 妳女兒幫妳送便當來啦 這麼大的熱熱天 妳幹嘛跑到這來嘛 爸 妳戴安全帽呢 我的安全帽就 你不是監工嗎 為什麼我爸沒戴安全帽 你還讓他工作 你不知道這樣子很危險嗎 我剛剛已經請陳師傅 先去旁邊休息了 這次我去公務所 幫他新拿的安全帽 剛好要給他換上啦 謝謝 反倒是妳 妳未經允許 而且還沒戴安全帽 妳就跑進工地裡面來 妳不知道這樣很危險嗎 我 而且 妳該不會以為 工地安全 只靠一點安全帽而已吧 工地安全有很多 防護措施要去做 像是我們的工具箱會議 還有 妳看到的護欄 安全網的設置 以及我們的配件 安全帽 反光背心 還有安全權的配件 有一堆安全的措施要去弄 何況 我們那麼多的政策 還有那些措施要去用 體諒一下吧 你今天聽不懂 在這邊摸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要聽之前 先跟我說一下 安全網或護欄 有破損 修理好之後才可以聽 知道嗎 在 陳師傅 你今天調料 調料之前 安全設施 可以損損 知道嗎 防滑舌片 告示牌 過捲預防裝置 你檢查好之後 跟翔哥說一下 調料的時候 會比較千萬不要有人 安全最重要 我知道了 沒問題 沒問題 你在看什麼 沒什麼 我只是隨便看看 爸 你不用擔心啦 我做的是監工 我的工作 就是要維護工地的安全 我們只要乖乖遵守 職安的SOP 一切按部就班 就不會有危險的啦 放心啦 那你怎麼還會受傷啊 不是啦 爸 這個是我今天牽摩托車的時候 我不小心刮傷的啦 你都長這麼大 還這麼不小心 沒事啦 我看看我看看 來 阿翔 欸 主任 主任 最近模板組做得很不錯喔 都是師傅們很配合 而且 大家都只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啦 事情做好很重要 但是人生的安全 那才更重要 知道 主任 我們去看一看吧 好 來 主任來來來來來 來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辛苦了 主任好 大家好 我們大家都是辛苦人 來到這邊賺辛苦錢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庭 妻兒老小要照顧 所以啊 千萬提醒大家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不要像少數的勞工 進到工地裡面來 他就再回不去了 這就是一場大悲劇囉 好 幾件事情 一定要讓他提醒 我們 安全帽 是一定要戴的 安全扣 也是要戴的 所以呢 有時候千萬不要為了一時的方便 把安全護欄 護網 全部都拆掉了 安全才是最高的指導原則 大家記得嗎 記得啊 好 主任班 工作分配好了嗎 已經分配好了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大家就開始上工了 主任啊 你怎麼有意義 想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交代啊 沒有啊 就想說你們最近表現得那麼好 過來看看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說實在啊 翔哥說的那一套 什麼風險管理 風險評估 安全管理 還有一個什麼 P S O SOP啦 啊對啦 一套喔 真的好用耶 進行啊 我聽到有債務 想像 我都來上班啦 造成我排工很困 自從聽了翔哥的建議之後 整個情況改善很多耶 翔哥 真的要謝謝你了 沒有沒有 主任應該的 工作順利固然重要嘛 但希望能夠大家平平安安的來 平平安安的回去 那對我來說才是最大的回報 對啦 對啦 所以我們往那邊看 OK 你很孝順喔 來等你爸爸下班 沒有啦 我兒子啊 在裡面當監工啦 喔 是監工喔 欸 林曼明天見了 師父走了喔 拜拜 拜拜 那是我爸耶 跟你介紹一下 爸 欸 沒事你跑到這兒 沒有啊 想說借我爸爸一起下班 一起去吃肉晚飯啊 沒有啊 什麼時候變那麼乖啊 啊 我來就很乖 欸 這位是 對了 伯父跟你介紹一下 這位是我爸 你好 你好 爸 這是你兒子啊 是啦是啦 很優秀耶 謝謝掛獎 謝謝掛獎 爸 你怎麼會在這兒啊 我是啊 特別來找你吃飯的 對啊 我是啊 安安啊 所有事情要請教你 蛤 你有事情要問我 嗯 那個 我是想問你一些 關於工地安全的問題啦 工地安全的問題 嗯 喔 好啊 那我們邊走邊聊 那你想要問什麼問題啊 比如說像是房屋欄的順勢 還是一些 欸 你們把走慢一點嘛 我們腳步比較快嘛 你可以走快一點啊 欸 沒關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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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好好聊 我們慢慢走 就是一些 好嗎 會不會 可以 可以 嗎 可以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